我現在宣佈香港和內地會在2月6日 即是下星期一開始 全面通關 全開放通關 即是第一 所有口案不設人數限制 不需要預約 可以隨意出行 第二 取消出入境前核酸檢測的要求 不再需要做核酸檢測 或者其他檢測 可以隨意隨時出行 第三 開放全部出入境口案 即是加開包括羅湖口案 香愚圍連塘口案 以及洛馬州皇宮口案 而沙頭角口案的貨運服務 亦都會恢復 由同日開始 取消澳門來香港之前 要進行快測的要求 即是即時隨意可以來香港 或者去澳門 至於海外方面 亦都在同日取消非香港居民 來香港要有疫苗接種的要求 即是沒有接種疫苗的海外人士 都可以來香港 至於從海外以及台灣 來香港之前的快測要求 由於和內地全面通關 會帶來大量的人流往來 為了確保風險可控 我們會將海外來港前的發出要求 維持一段觀察期 之後再作檢視